他反派自救系统 第二十二章 终于把男主给养大了 二 绝地谷 绝地谷其实横跨了七座起伏的山巒 苍翠满腹 其中明勇暗流 瀑布怪石 幽谷高峰交叉错落 势如其名 总有似乎被逼到绝境的地形 然而下一刻 又能看到天无绝人之路的峰回路转 用沈青秋的眼光来看 就算不用来作为先蒙大会开办的场所 也是组团探险居家必备之良地 参会的主力是四大修仙门派 以苍穹山派为首 紧随其后的是昭华寺 天衣冠 以及幻花宫 四派之中 苍穹山派综合性最强 十二峰各有所长 就是个多管齐下的大杂会 四和冠那自然是和尚道士的门派 幻花宫那则比较复杂 门派指导思想偏兵甲 擅长齐门顿术 而且俗世交集最多 术法水平如何不清楚 但是毋庸置疑 他肯定是最有钱的一家 每次大会都是幻花宫出的钱最多 此外 还有数不清楚的小门派 所以最后报名聚集到绝地谷的肯定在千人以上 以往万籁俱进的清静山谷入口 忽然涌上了这么上千人 从来没见过人的山中动物也全被惊了出来 所以从各方面意义上来讲 那都是热闹非凡 参会的新秀们在安排下整齐地列成了阵列 包围住山谷前一方巨大的天然石台 山谷入口四面早已搭起了高台 事工不参与大会的修士们观战所用 代表着各派的彩旗在楼台上招展飘摇 诸位掌门的特等位置在最高层 苍穹山派一向以月清源为首 在高台就坐 沈青秋落座之后 紧靠着他的一名气度从容的鹤发老者 与苍穹山派的众人打过招呼 也对他喊手道 沈仙师 这是幻花宫的老公主 也就是洛宾和生母的师父 沈青秋抱着一种围观皇亲国戚的心态 回了个礼 不久之后 一名幻花宫的门人走下了石台 毕竟出钱最多的嘛 让大股东包了私仪的职责 也没有什么不妥 台下的千人渐渐肃静 聚精会神的听他宣读大会事宜 此人功底颇为深厚 气息充沛绵长 整个谷口包括高高的楼台之上 都能把他的声音听得一惊二出 大会为期七天 在诸位进入峡谷之后 将撑起巨大结界 罩住整个绝地谷 七天之内 所有进入谷地的参与者 与外界单方面隔绝联系 他们无法得知外界的状况 而观战者们却可以通过自由翱翔于山谷上空的林荫 吸之场内的情况 谷中已被安置超过百种的魔物 将近五千的总数 每拿下一只魔物 就能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一粒念珠 级别不同的魔物 念珠里蕴含的灵力也大有差别 你们每个人手腕上可都穿有着金丝 台下的众人立刻起起举起手腕 展示万间的金丝 看起来颇为壮观 司仪继续道 取得念珠之后 将它穿在金丝上 诸位的成绩 就会在此处的排行榜上自动排序 排行榜位于高台对面 虽说有八张之多 不过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所有人关注的 自然只有第一张红榜上的前一百名 甚至可能只有前十名 所谓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 那名幻花宫门人严厉地强调 严禁门派之间 私自欧斗抢夺念珠 一旦发现私底下有护翁 以卑鄙手段抢夺他人念珠者 立刻取消参与资格 三界之内 并在三界之内不得参会 三界也就是十二年 这些新秀当中有许多年轻 没有见过世面 可也有不少的老油条 就怕那些摸爬滚打的 无赖混混 鱼龙混杂 如果不禁止欧斗 恐怕整个大会会变得无比混乱 甚至闹出人命 因此 这个规定很有必要 这时 镜旁有几位掌门的女眷窃窃私语 那是哪一派的弟子啊 生得好生俊了 是啊是啊 那身白衣真衬他 不比公仪师兄差呢 公仪师兄灵力高强 怎么能拿他来比 沈清秋一眼就看出来 他们所谈论的人 正是人群当中一身白衣 轻易出城的骆宾河 实际上 不光他们在偷偷地谈论 连十台下参与的弟子当中 都有不少少女 在悄悄注目骆宾河 脸颊上片片地飞红 虽然声音压得极低 但在座的修者那是何等的人物 五感不一是清明至极 哪有听不到的呀 这几名女卷年纪太小 只才没有留神 被人听去了私房话 还好大家都很给面子 个个都装得没听到 目不邪视 有人为了打破这种尴尬 咳嗽了两声笑道 各位道友 不同网界一般也来算上一算 此次先盟大会 将有哪些新秀出师吗 沈清秋精神为之一振 这里说的算一算 可不是说的掐指一算 而是赌 说白了 就是在你看好的新秀身上 压宝 修正者那也是需要一些娱乐的嘛 况且压得住 不是那些金银财宝这么俗气的东西 而是法宝呀 零食啊 甚至是派弟子到对方门下 进修的名额 也不会真的赌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这也算是先盟大会的一个传统助兴节目了 年纪稍长的如同月清元一辈的掌门 那不会玩这个 不过自然有人愿意凑热闹 未过片刻 看台上就热火朝天的下了几十柱 不少人都在自家门下杰出的弟子身上压宝 如齐青七就压了柳明烟 沈青秋那根本就不需要考虑 直接往洛宾河身上压了一千块零食 这么大的手笔 把旁人都给惊到了 掌门们都在心里嘀咕 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洛宾河这个名字 其实不怪他们 洛宾河现在的性子还比较谦和低调 又不愿意鞠躬 总是做完了任务和好事就默默地离开了 名声也总是扬不起来 所以并未大放异彩 旁人是不清楚各种缘由的 就当沈青秋是图个彩头 激励涂地罢了 而高台之下 司仪中气十足地把大会的细则通报完毕 让新秀们齐声宣读过之后 就正式开始入场 因为人数众多 因此分设十二个不同的入口 打乱了门派分批进入 参会的新秀们紧张万分地踏入绝地谷的范围 开始征程 高台之上 早已功成名就的前辈们 却在豪整以辖 切磋闲聊 磕瓜仔的都有 外界的人要怎么得知绝地谷中场内的情况呢 有上百只灵鹰在结界内部 灵鹰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操控 爪步的银环上镶着特殊的金石 翱翔之际能把下方的一切人事警物 镜收眼底 并且投射在高台前的树面金石镜上 那个和监控仪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 有人喜笑颜开 哎 你看 果然 公仪销一入场的就是第一 红榜之上 前十名都是灿灿的金子 此时第一名的名字 已经变成了金灿灿的公仪销三个字 其后跟着数字十二 也就是说 在入场不到半个时辰的短短时间内 他就除去了十二只魔物 拿到了十二颗念珠 紧随其后的第二名是柳明烟 取得了六颗念珠 但是被公仪销是整整的拉开了一倍的距离 金石镜上 映出了一名俊逸清零的少年 潇洒如行云流水 出手却急如闪电 刹那之间就将面前凄厉的怨铃 战的是烟消云散 你为什么那么屌啊 沈青秋笑而不已 这位公仪销看起来是霸气侧漏 其实呵呵 也就差不多跟自己一样 是个大炮灰而已 他就是那种长得帅家是好 天赋高 妹子喜欢意气分发少年得志 但是很不幸有主角赛 你就一定是主角的陪衬炮灰的典型代表 尽管在场压他成为榜上状元的人最多 但是很遗憾 这个榜首待不了多久 就会被洛宾和一脚踹下去 洛宾和的名字现在排在中游 后面的数字只有一个1 可沈青秋半点都不担心 他知道 等到今夜紫时一到 就再也没有人能招架住 洛宾河在榜上的势头了 那个时候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争 大骚乱 可怕的阴谋 也即将拉开序幕 先蒙大会第一日 临近紫时时分 天幕深蓝 一轮圆月 惊沉沉地挂于高天 看台之上 灯火通明 沈青秋一直闭目不语 壮似沉思 实则养精蓄锐 这时他终于睁开了眼 在树面金石镜中 终于找到了一面镜子 映照出了此时洛宾河那边的状况 洛宾河 正缓行于森林之中 身负常见 一尘不染 丝毫没有疲倦的样子 目如星辰 仿佛能够直直地穿透金石镜一般 不过 他不是一个人 大多数人都是单独行动 或者只和自己熟悉的搭档 最多也就是两三个师兄弟一组 而女修 自然也是十分厉害的 可是从整体上来说 实力不够硬 心理素质也不强 很多的时候反而需要别人帮忙 他们会组队 一般都是和自己要好的师姐妹 一路打闹玩笑 基本上成不了气候 再来 人太多 合力打怪 那取得的念珠该怎么分呢 这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可是洛宾河这边 却跟了七八个人 七八个啊 而且不是洛女子 就是年纪尚小的弟子 这种情况很难不引人注目 当下许多人是连攻一销的英姿都不看了 转过眼来 奇怪地打量着这支臃肿的队伍 反派自救系统 第二十三章 反派如此多骄 二 洛宾河这边 却跟了七八个人 而且不是柔弱的女子 就是年纪尚小的弟子 这种情况很有些引人注目 当下就有人连攻一销的英姿都不看了 转过身来 奇怪地打量这支臃肿的团队 其中 和洛宾河走得最近的 是一名淡黄色衣衫 举着夜明珠负责照明的幻花宫弟子 此女融资端立清雅 走起路来却是微微地一瘸一拐 似乎脚有些崴了 应当是在应付魔物的时候受了伤 她语气略带道歉地说 陆师兄 实在对不住 刚才蒙你相救 现在却还要麻烦你 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们 你早就前进许久了 是 是我们连累了你 洛宾河达得诚恳又得体 同为修者 互相招服也是应该的 沈清秋早就对洛宾河 前妻的圣母了然于胸 见怪不怪了 她一边打怪 一边还要带着这些洛宾妇孺们走 所以才导致一整天排名都不高 否则以她现在的实力 和公一校一争高下完全没有压力 要知道连名番的排名都还不错 但没关系 洛宾河有的是后卿 沈清秋完全都没有想到要反省一下 自己这种我徒弟最厉害了 要不是他人太好太善良好欺负你们 谁都别想争过他的诡异心态 究竟是怎么回事 岳清元笑道 清秋 你这个小徒弟倒是品行非常好啊 沈清秋斩善而笑 安然受之 无论是读者视角还是师尊的视角 前妻洛宾河的白莲花程度 都担得起这个评价 齐清七哼道 即便如此 倒也不像是他教出来的 旁人也有交口称赞的 不过倒未必有几分真心 品行才好有什么用 先蒙大会讲究的是实力 洛宾河此举 在他们眼里未免有些迂腐 坐在沈清秋身边的 幻花宫老公主 看着清金石中洛宾河的脸 却微不可查地疑了一声 沈清秋目不行事 心中却偷乐 洛宾河笑貌英俊 颇向生母 老公主必然是看到了这张脸 以为是凑巧笑貌相似的晚辈 怀念起了当年自己的得意子弟 微微的叹息 殊不知 洛宾河正是他爱徒的亲生孩儿 而另一边 绝地谷中 洛宾河的内心已经在思考一个稳妥的办法 摆脱眼下的局面 于道义而言 他不能丢下这些入门上不久的幻花宫子弟 可是却也不想错过在先蒙大会中优异表现 不想让师尊失望 洛宾河在这边冷静地思考 该如何安顿这一众弱小的弟子 沈青秋却以为他正在跟妹子擦出缠绵的火花 这可是和洛宾河第一个滚创丹的妹子呀 秦婉约 沈青秋对这个妹子的印象也是非常的不错 虽然他对主角杀伐天下称霸三界的事业基本上没什么帮助 但是温柔可人 又不喜欢在后宫勾心斗角 这样的妹子 哥哪个男人不喜欢 但沈青秋才不会说呢 沈华林以洛宾和大老婆自居 整天争风吃醋玩工斗耍心计 陷害这个斗倒那个 几十张的戏份看他都看得烦死了 刷刷刷的直拉翻页 老子看的是打怪小说又不是甄嬛传 老子宁可看你花十几万字描述鬼头猪是怎么交配的 也不想看沙华林是怎么让秦婉约堕胎的谢谢 这一行人 俨然把洛宾河当成了救世主跟在他的身后 洛宾河无奈 却也无法冷下脸来赶他们走 沈青秋心里极不痛快 现在的洛宾河温良老实 他却不是好糊弄的 这些紧跟队伍的弟子中 有些是真的一时不适宜 发挥不好 再稍加调整就没问题了 却也有些是不学无术 又不肯退赛的 想抱着洛宾河的大腿 混点念珠和名次 要是后期的洛宾河 分分钟弄死你们不带犹豫的 走了一阵 趁着夜黑袭来的小怪 基本上都被洛宾河弹弹手指就解决掉了 剑都不用出窍 可是速度仍是提不起来 原因 一名幻花宫的女弟子靠着秦宛约 抽抽搭搭起来 宛约姐姐 我脚好疼啊 洛宾河在前方 没有转身却停下了脚步 低头揉了揉太阳穴 秦宛约一阵紧张 她低头轻声对那个少女说 宛如妹妹 忍一忍好吗 我们必须走快些 宛如妹妹音音道 可是可是人家脚真的痛 走不动了 而且走了一天 又没有地方沐浴 身上好难受 队伍里不少没有受过磨练的弟子 都连声称事 如果沈青秋有直接评判的资格 早就剥夺他们参赛资格 直接踹出绝地骨了 这么容易脚疼 你来报什么先门大会啊 报名也就算了 你为什么还要拖别人后腿啊 看看人家柳明烟 这差距还真不是一丁半点的 难怪人家才是第一女主角 不过她也拿这个秦宛容没办法 毕竟宛约宛容这对姐妹花 都是洛宾河的后宫成员 只有他们 即便是作大死也是不会死的 沈青秋的心里 弥漫上一股奇怪的烦恼感 冰河啊 你今后收后宫的时候 也适当地考虑一下质量问题嘛 不要见识个长得不错的妹子 就往怀里带 为时看你后宫质量这样参差不及 恨似心痛啊 秦宛约又看了一眼 骆冰河的背影 敲声道 妹妹 我们已经给洛师兄添了很多麻烦了 秦宛容天真烂漫道 骆师兄人这么好 不会嫌疑的 是不是啊 骆师兄 骆冰河终于转过了身 脸上人是微微笑着 俊美无比 但他没有说话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秦宛约却暗暗地打了个寒沉 而宛容是个棉花脑子 见他笑就当他是同意了 啦啦啦一阵风一般地 刮到了附近一旁的小溪边 来了 沈清秋眼神一紧 骆冰河一愣 联系到刚才的话 以为他要沐浴 还好这师妹没有奇葩到这个程度 只是甩掉了鞋袜 把脚丫子踹进了溪水里 这可是上游啊老大 万一人家下游有人要喝水呢 沈清秋默默在心里 给下游的弟子点了个蜡 他这么一带头 旁边也有几个人好样不学的 一群人居然就这么开始纷纷嬉笑打闹了起来 骆冰河见状无奈至极 又不好靠近 只得远远地道 夜间溪水不安全 诸位师弟师妹最好还是尽快上来 沈清秋有点奇怪 原作之中 骆冰河应该没有站这么远啊 他记得没错的话 当时骆冰河应该是出于担心 或者说是出于向天打飞机戏剧 想要描写Sabis的私心 一起来到了小溪边 然后欣赏起了一场香艳的炮脚大戏窝了个去 港港的足控福利啊 那边几个人却是欢声笑语都浪到了这边来 没事的 骆师兄你也来呀 连经进食前的掌门们都无语了 就算看过了原作打过了预防针 可当这一幕真的呈现在眼前时 沈清秋也是醉 他面无表情心中质疑问 骆冰河你还不过去吗 你再不过去就赶不上剧情了 请婉约小心翼翼的向骆冰河道歉 骆师兄对不起 师妹们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仙盟大会 所以 他知道自家妹妹举止奇葩 咬着嘴唇 当真是楚楚可怜 骆冰河没有答话 忽然从小溪旁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 我终于来了 少年们不要忘记 狂傲仙魔徒的几大重要爽点之一就是 作死的一定会死 只是这回 沈清秋万万没有想到 身为主角后宫团的婉容妹子 居然也把自己给作死了 听到尖叫声 骆冰河脸色一变 抛下花容失色的秦婉约 呛到西边 同时 金石镜前的掌门们也一脸肃染 骆冰河横剑在前沉声问道 怎么回事 西中原本有五六个弟子在 狱卒细水 可这时却不见了两个 其中就包括秦婉红 沈清秋心道 你看看 叫你早点去吧 现在好了 你的一个老婆就这么没了 你个败家子啊 这个秦氏姐妹话凑不起了 以后你的三批大戏怎么办呢 一名弟子尖叫道 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水底一黑 师姐他们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 就卷到水里去了 骆冰河一手几个 轻飘飘的就把还 愣在小溪里的人给拉了上来 先撤离危险区域再说 可是 他刚伸手去拉最后一个人时 那人仿佛脚底一滑 瞬间栽倒 溪水就没过了头顶 就这么 眼睁睁地消失在了 骆冰河的眼前 与此同时 溪水中一阵黑气翻腾 沈清秋隔着金石镜 定睛一看 那是无数如女子黑发一般 顺滑的黑丝 黑丝当中 渗出腥红的鲜血 被溪流冲淡 比真子的头发 还要浓密恶性 月清元已经惊呼出声 女怨禅 而绝地谷中 骆冰河也迅速判断出了 溪水中是什么怪物 剑气入水喝道 远离水边 这是魔界的女怨禅 那大片大片头发丝一样的魔物 在水底翻搅了一阵 忽然 吃饱了打嗝一般 咕噜噜地从黑丝中间 吐出了几条东西 三具已被吸干了血肉 湿零零的皮包骨的尸体 尸体上毛孔异常粗大 那是因为 还有不少的头发丝附在皮肤之上 插入毛孔之中 如饥似渴地 汲取人身上的血肉与精气 无孔不入 这是女怨禅最可怕的特征之一 溪水边的弟子们 被这可怕的景象吓坏了 临终一片哭喊尖叫 扑着躲在了落冰河身后 秦婉约 看见妹妹尸体惨壮 险些晕了过去 幸好这妹子很聪明 没有真云 不然这种兵荒马乱的场面 谁能带着她一起逃跑啊 女怨禅 水炉双生 在水底吸干了三个人后 迫不及待要爬上岸边 寻找新的目标 落冰河可没那么好对付 她神色凌冽 打了个响指 指尖燃起了一粗火焰 以灵气为催化煤 弹象鬼鬼祟祟的魔物 一粘到头发丝 火势便迅速窜高 形成了一团巨艳 逼得黑色的头发丝 迅速退回水中 不敢上岸 整套动作 一气呵成威力十足 不留分毫余地 沈青秋内心满意的举牌 落冰河十分 落冰河捡起 因秦婉约慌乱而落地的夜明珠 高高地举起 仿佛一盏明灯 定人心神 喝道 诸位师弟师妹 不要走散 聚集在一起行动 随后 取出先蒙大会 人手一支的标准配备 求救烟花 向天空放去 求救烟花 是给弟子们 在遇到无法对付的魔物时 所准备的求原物 一般先蒙大会 不会投放过于危险的魔物 而且用了三次之后 就属于自动弃权 所以历届的仙王大会 不到万不得已 基本上是没人真的会用它 而此时 整个绝地谷的天空 陆陆续续生起了夺夺璀璨的烟花 这原本是非常美丽的场景 而此刻 这些烟花非但不绚烂 反而让人肝胆剧烈 因为每生起一朵烟花 就代表有一名弟子 遇上了极其可怕的魔物 生命受到了威胁 惨叫和豪呼 从惊石镜中不断地传出来 有的弟子已经横尸当场 有的弟子则还在浴血厮杀 满眼惶恐 为什么 为什么这里会有 不该啊 来人啊 毒蟒蛇 师父救我 师哥救 忽然 一面金石镜中传来嘶哑的叫声 伴随灵鹰凄厉的长鸣 画面变成漆黑一片 众人茫然道 怎么回事啊 沈青秋觉得头皮发麻 指尖冰冷 那阵嘶哑的叫声 一定是魔戒的鼓音 一种凶残是血的飞天魔物 这只灵鹰 恐怕是被它们撕裂 摔倒在地面上 金石镜也就摔得粉碎 水里游的 地上走的 空中飞的 居然都被这些可怕的 魔族生物给入侵了 面对这样宏大混乱的场面 它真的没有办法 像原先所设想的一样 只把这当成一场逼真的 戏剧战争 冷静的置身室外 而绝地谷外 高台之上早就炸开了锅 天衣灌的道人立声道 怎么回事 先蒙大会中选定和投掷的魔物 都应该事先经过严格的筛选 怎么会混进女怨禅 这种纯生魔戒的东西 幻花公弟子已经死了好几个 老公主豁然起身 颤声一字一句道 大开结界 笼罩绝地谷上方的巨大结界 是由近百名昭华寺僧人负责支撑的 昭华寺方丈 立刻就用千里传音 告知僧人们解除结界 可谁知 岳清元突然道 不能开 老公主愣住了 岳掌门这是何意 绝地谷中 有百名苍穹派的弟子 参加先蒙大会 岳清元却阻止开启结界 放结界中的弟子们逃生 这自然是有非常的缘由 沈青秋道 一旦撤出了结界 弟子们是可以逃出来 但原本困在其中的魔物 也会四下逃窜 此处不足数里就有村庄人烟 到时候情况更严重 我们这些门派的弟子 至少有能力与其周旋 而那些不通伶俐的普通老百姓呢 此言已出 高台上各位成名的先辈们 竟然无言以对 顿时静如死寂 这种时候 任你是在神通广大的 京丹元英修为 也对这种失控的场面无能为力 幻花宫有人六神无主道 不能打开结界放他们出来 那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沈青秋道 不能出 那只能进了 苍穹山派众人默契十足地交换了一阵眼神 月清元朗声道 各位道友 今日之事 必然是有人刻意为之 想借魔物之手 把修真界星宿和日后的栋梁一网打尽 为经之计 只有让结界继续维持 可有道友 愿与我苍穹山派一同进入谷中清理魔物 援救参会弟子 从里面杀出一条血路 把魔物们清理干净 不但需要武力 还需要勇气 幻花宫老公主第一个响应道 幻花宫 义不容辞 本次先盟大会 幻花宫参与的人最多 而且投入最大 他们是最无法承受损失的那一方 有人带头 那其他立刻就有人跟进 纷纷地自告奋勇 就算有极少数原先心理胆怯的人 现在也被点醒了 自家那些天资优秀的宝贝弟子们 可都在里头呢 沈清秋上前一步 可刚要站进志愿者的队列中 柳清歌微错一步 剑翘挡住了沈清秋的去人 沈清秋不动声色 用两指拨开剑翘 这是何意 柳清歌言简一概 你的毒 月清元 也只用他们几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不错 清秋 你莫不是忘了 你身上还有无可解的余毒未侵 清净风一脉的弟子安危 就交给我们吧 后面还有一句 他没有说出来 万一静谷之后 忽然发作灵气质色 被包围在了重重魔物之中 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沈清秋摇头道 哼 哪有弟子有难 师父却躲在高台上乘凉的道理 倘若不能保护自己的弟子 我这清净风风主 也不用做了 而且他还是可以触发关键剧情的重要人物 不到场戏没法演呐 叮咚 系统提示 通过塑造正面形象 使反派立体化 逼格加三十 岳清元等人劝阻无效 值得无奈道 那你千万小心 万一不能应付 立刻用传音之法照我们前去救援 知道了吗 沈清秋对于自己处理魔物的水平 倒没有他们那么悲观 除了对自身原因修为和伶俐的自信之外 他还有一个加分点 沈清秋对狂傲仙魔徒的这些魔物的兴趣 远远大于各色的妹子 他可能记不住 哪个女主心情小委屈的时候 喜欢落冰河带到哪里去看星星 哪个女主啪啪啪的时候 有什么特殊的下趣味 甚至有些时候连名字都对不上号 但是 他绝对对于每一种魔窝的属性和弱点 都一清而出 如果非要在他身上找出什么 能称为金手指的东西 就只有这一点了 绝地谷中 落冰河正在安顿着一众魂飞魄散的师弟师妹 留守原地 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四下乱窜 万一遇上新的魔物或者再走失了 那只能让情况更糟糕 夜风烈烈 四面八方传来不知是人还是魔界生物的鬼哭狼嚎 胆子小的早就已经抱头痛哭 秦婉约面色惨白 但见落冰河靠在一棵树上 正阳剑插在怀里 警惕又震点 帮旁人挡住了来自黑暗的一切清晰 无意之中又泛起了丝丝柔情意义 如果沈青秋在这里 他必然要激动不理 我操 妹子爱上你了 八卦之春 熊熊烂烧啊 这时灌木丛那边忽然传来了嘻嘻缩缩的声响 落冰河目光一礼 一道灵流汇聚在掌尖叙事待发 那草丛猝猝而动的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近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也许是害怕到了极致 居然谁都没有先叫出来 突然 咚的一声 像是有人倒地的声音 随后 一颗圆滚滚的东西 滴溜溜的滚出了草丛 那是一颗人的头颅 头颅双目紧闭 满脸鲜血 头发蓬乱的仿佛鸡窝 这画面原本很吓人 可在这种时候 没有杀伤力的死人脑袋 总比会吃人的魔物好吧 所以居然有不少人松了口气 秦婉约颤声道 这位师兄是哪派门下的 有人知道吗 在场各派弟子纷纷靠近了去辨人 但都松了口气 不是 不认得 不是我们的人 从来没见过 骆滚河望了望黑暗之中的灌木 从深处 心道 头在这里 那尸体也应当在附近 不若去看一看衣着 便知是哪一派门下 他加强了掌尖的灵流 朝黑暗中走去 果然 一条僵硬的尸体躺在灌木从后面 水蓝色的道袍 应当是天一贯的入门弟子 骆滚河只见他袍子的下摆 就叹了口气 这种入门的弟子 应当原本只是来先蒙大会 掌掌见识 却没想到卷入了一场飞来横祸 生生的送掉了性命 他再往上看 却猛的掙住了 这具尸体的脖子上面 还好端端的连着脑袋 那刚才那颗头颅 是从哪里来的 骆滚和飞速折回 正阳出窍 白光大声中喝道 离开那颗头 话音未落 原先静静歪在地面的那颗头颅 突然睁开了双眼 他怒目原争与众人对视 脖子下揍得不知从哪里 伸出了八条 又细又长骨节分明 长满了倒刺的蜘蛛腿 一跃而起 离他最近的一个人来不及躲避 被他跳上了脑袋 疯狂的大叫 蹭的拔出剑篮 胡乱的挥舞 旁人都忙不迭的躲开 骆滨河又不敢轻易出剑 万一刺中的不是怪物 而是那个人的脑袋 后果不堪设想 这么可怕的东西 在自己头上爬来爬去 简直是恐怖的窒息 那人绝望至极 箭头掉转往头上插去 可是还没等他抬起手 那八条细手聆听的蜘蛛腿 找准了位置 对着他的太阳穴猛插了进去 那人立刻僵硬了身体 连舌头都像打了结 一句话都喊不出来 那颗人头脖子下 延伸出的蜘蛛腿越插越深 他又就跟着浑身抽搐不止 片刻之后 八条蜘蛛腿拔了出来 只留下那人太阳穴处 一片血肉模糊的洞孔 颅腔内 似乎已被吸得一干二净 空空如也 这副井下害人至极 就连洛冰河都一时没反应过来 那颗人头蜘蛛模样的怪物吸饱了脑水 在尸体上爬上爬下 嘴里发出凄厉的呼啸 仿佛婴儿的嚎哭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灵光凝成的光剑飞来 穿过他正在发出长嚎的嘴 把这玩意儿打了个对穿 在一片戛然而止的寂静 和众人茫然的目光中 沈青秋揉着揉 沈青秋一边揉着 被他叫得隐隐发痛的耳朵 慢条思理地整了整袖子 低调地出场了 你这也叫低调了大 折扇一盏 掩住半张脸 沈青秋悠悠地嫌弃道 哼 吵死了 反派自救系统 作者莫香同秀 第25章 教程 反派踹男主的正确姿势 师尊 乍见沈青秋 落冰河完全是喜大于惊 毕竟从骚乱刚一开始 他就料到 以他心目中沈青秋的性 必然会不放心 要亲自来鼓中救他们的 沈青秋完成了帅气的连杀 飘然立定 见数名弟子都围了上来问道 可有人受伤 落冰河道 除了在西边的那几位师妹 和被吸水而死的师弟 目前暂时没有折损 沈青秋 哦了一声 你受累了 落冰河微微一笑 眼睛亮极 弟子职责所在 沈青秋看了看 还红着眼眶的秦婉约 心道 你还笑 你知不知道自己刚才死了个老婆呀 众弟子见前辈高人出场相救 个个都像见了青娘似的 就差没抱着他的大腿放声大哭了 沈青秋道 你们不必惊慌 外界的掌门们都已经知道里面的情况了 已经有大批前辈进结界前来支援 你们只需要保护好自己 不需要多久就能杀出重围了 他的这一句话仿佛是定心大还丹 叫一群六神无主的少年少女们 吃了好生的安心 落冰河道 世尊 刚才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简直是闻所未闻哪 谈起狂傲仙魔土里的魔物来 他可真是问对人了 沈青秋如数家珍道 也难怪你们没有见过 这种东西叫做鬼头猪 性情暴躁面目争鸣 能做婴儿啼哭之声 用以引诱猎物靠近 而一旦猎物靠近 头下的吸盘就会牢牢吸住猎物的天灵 他八条腿尖锐无比 能直接插穿头颅盖 吸取活物的脑髓 这一段科普完全是照搬原著 落冰河听他说的是详细无比 又是敬佩又是称奇 魔物界竟然有如此邪恶之物 弟子简直是孤陋寡闻 自从落冰河拜了孟魔为师 在术法和剑法上 沈青秋能指导他的事越来越少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在弟子面前摆摆师傅的架子 沈青秋乐翻天 微笑道 这玩意儿是魔族特产 不适应人间水土 已多年没人见过 下次你再见到 记得直接朝太阳穴上打 刚才这一只是熊猪 幸好没遇上雌猪 不然更可怕 两个人还未多说几句 从四周人的头顶上的树叶中 便传来了沙沙异象 一颗颗倒吊着的头颅 尾旋白色蛛丝 从树中冒出来 沈青秋脸色大变 妙得怎么就给忘了 这玩意儿的叫声 会吸引来大批的同类前来围剿啊 他手中折扇一盏 删出一道钢锋 瞬间斩断了数十根的蛛丝 鬼头猪们如同熟透的果实一般 扑通扑通的齐齐砸在地上 沈青秋喝道 走 骆冰河俐落地应了一声 沈青秋趁鬼头猪们摔得头鹰脑胀 也跟着跑路 一个在前开路 一个在后断后 中间夹杂的臃肿的队伍 两端却杀得是腥风血雨 那些鬼头猪们行动敏捷 弹跳力极强 在半空中飞来跳去 被师徒二人交错乱打的零流 射成了筛子 一旦知道如何应对 骆冰河简直是如有神助 闭着眼睛也能一次打穿两只以上 众人的头顶是一片腥风血雨 哀嚎怪叫 可纵使如此 毕竟数目太多 时间长了还是难以应付 沈青秋正担心着 那个见鬼的齐毒什么时候发作 便觉灵力一致 出手一下打了个空 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啊 他忙叫法力输出转为物理攻击 折扇一番 把那颗朝他扑来的鬼头猪 从中横切为两半 骆冰河时刻注意着他那边的情况 竟有一桩问道 师尊 没什么 幸好 他们已经被沈青秋带入了一个特殊的区域 鬼头猪们仿佛遇到了无形的屏障一般 不敢再继续前进 反而嗷嗷鬼叫着一直往后退 一直退入了灌木丛和树叶中 消失不见 沈青秋松了口气 秦宛约一面交喘吁吁 一面疑惑道 沈前辈 为何到了这里 那些魔物就不敢再前进了 沈青秋道 你们忘了 这绝地骨之中 生长着什么一种奇花了吗 其实忘了的是他自己 原谅他真的记不住 那么多的花叫什么名字 骆冰河很贴心的帮他想了起来 他一下子就说了出来 千叶敬雪花莲 沈青秋总算知道 他为什么记不住这朵奇花的名字了 什么什么雪什么什么 或者是某某某莲 这种名字的奇花 其泛滥的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烂大街的水准了 能记住那才有鬼呢 嗯 不错 正是千叶敬雪花莲 此花长于绝地生骨之中 已有千年之久 灵气非凡 便是魔物的天生克星 它周围自然形成了 秉退魔物的屏障 所以只要在它的屏障范围之内 就不会受到太多魔物清洗 骆冰河突然追问道 魔界物种的天生克星 他一直凝神听着 沈青秋见他目光中 仿佛燃起了一束星火 异样的色彩隐隐闪动 性下奇怪 不错 骆冰河问道 那师尊 这株千叶敬雪花莲 能否解除魔族奇毒 沈青秋悚然 这架势骆冰河该不会是 想给他摘奇花解毒吧 哎 等一下 原作里你未知摘花的妹子 秦婉约可就坐在旁边看着呢 你现在当着他的面 要给另一个 还是大男人摘花 哎 你给你老婆点面子 行不行啊 沈青秋立刻道 不用理会那些 现下先应付过眼前的危机吧 骆冰河却不依不恼 请师尊告诉弟子 那东西没用 不事上一事 师尊怎么知道呢 弟子知道师尊不想让弟子冒险 可是如果不冒这个险 弟子永远也不能心安 哎呀 这个真不是啊 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么孝顺我老人家嘞 老子总不能告诉你说 要解毒 除非跟你啪啪啪才行吧 沈青秋跟他说不清楚 寒了寒脸 为师是不是平时太过纵容了 这个时候也是能任性的 简单粗暴点来说就是 瞎大的 说真的 这几年来 他绝对没对这个徒弟 说过稍微重一点的话 是以洛冰河听了以后 先是一争 果然听话乖乖闭嘴 可是依然目光倔强 正阳剑也不肯收回撬钟 明显不是退让的意思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旁的莽灵中草叶窜动 钻出来一个人 身后还带着一众狼狈不堪 经过一番浴血奋战的弟子 沈清秋警觉地把目光移开 一跟他打了个照面 就仿佛觉得天降巨锤 砸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其实这个人相貌也算是周正俊朗 颜值也不算低 只是言行举止之间 一股猥琐之气挥之不去 他见到沈清秋和洛宾和 笑了一下 把光滑流转的配件插回剑翘 原来是沈师兄啊 既然和你会合 那我就放心了 沈清秋呵呵 放心 放心个屁啊 有你在才不放心 好不好 面前的这个人 就是这场大骚乱的罪魁祸首 上清华 上清华 这个人在沈清秋的心里被吐槽过 上清华 呵呵 我还考北大阿的 此人乃是安定峰峰主 同时 他也有另一重身份 先蒙大会祸事的内鬼 魔戒数年前埋下的一颗棋子 原本上清华只是安定峰一脉之下 岌岌无名的小弟子 被魔戒要人抓了 逼他做卧底 啊不 没怎么逼 他毫无心理压力的 就乐呵呵的接下了卧底这个重担 有了魔族作为暗中的后盾 死后的上清华那是顺风顺水 一路清云之上 最后居然坐到了安定峰峰主的位置 可是他还不满足 为什么呢 因为安定峰 一听这个名字 那就知道不是什么有上进心的地方 这座山峰的传统与特长 跟他的名字完全是一个画风 后勤工作 理所当然的 这个峰主也就成了哪需要哪搬砖去的民工工头了 傲斯峰主 我还有威风吗 还有气派吗 还有酷霸狂摘屌吗 做这样的峰主 还有尊严吗 还不如别派一个天资过人的小弟威风呢 于是 上清华义无反顾地成了魔戒走狗 以帮助魔戒称霸人界为己任 干尽坏事 沈清秋冷傲的一台下巴 上师弟 你来时可在附近见到大型魔物 上清华一愣 大型魔物 这个倒是没有 沈清秋心中咯噔一声 没有吗 这里的大型魔物 也是剧情的关键道具之一 原作之中 洛宾河的上古天魔之血 之所以会暴露 就是因为先蒙大会里 被放进了一只黑月蟒蜥 洛宾河为了保护众人 拼死战斗 黑月蟒蜥的杀伤力和体型 都是巨型级别 他当然站不过 站不过怎么办 暴肿呗 于是 洛宾河就当着沈清秋的面 暴露了 就是因为这样 沈清秋才有了理由大意灭清 一掌把他打下去 沈清秋刚才一直没有感受到 黑月蟒蜥的魔气 更没有听到传说中那标志性的 似蟒又似蜥的对月长豪 现在 上清华也说没有见到 不由地警惕了起来 没有这个关键道具的话 总不至于要让自己毫无理由的 就突然踹洛宾河一脚吧 他忍不住看了看 沉默不语的洛宾河一眼 这孩子似乎还在那 解不解毒摘不摘花的事上死磕 看着他目光中的挚扭 似乎还带着一些委屈 老大你委屈个毛线啊 我这是为了你好 你摘发可以 但是你摘发不要搞错送发的对象 谢谢 哎真是的 还要我这个扎反将男主怎么做人 也是罪了 上清华痛心棘手道 放这些魔物进来的人真是歹毒啊 一路上已经折损了不少各派弟子 这些可都是修仙界未来的栋梁啊 沈青秋就呵呵了 你装个屁啊 这些魔物都是你自己放进来的好不好啊 不等吐槽完突然之间一阵毫无预兆的地洞山摇 众人士东倒西歪纷纷惶恐不知所措 询问声飞成一片 沈青秋则瞳孔俱缩 这种七点五级的震撼绝对不会有错 无间深渊 终于被打开了 人渣反派自救系统 第二十六章 教程 反派踹男主的正确姿势 二 作者莫香同秀 所谓的无间深渊 乃是人界与魔界交界之处的空间 作为一个过渡空间 无间深渊充满了危险与未知 处处是扭曲和撕裂的空间漩涡 烈火岩浆 在场的诸位弟子一路杀来 原本就消耗过大 强震过后居然倒下了大半 剩下还能勉强站着的 只有沈青秋 骆冰河 上清华三人 无间深渊既然被打开 这就说明一定有魔族的东西 从那边出来了 三人秉息凝神戒备十足 静静地等待 从黑暗之中 缓缓走出了一个高大的男子身影 一看到他那张冷若冰霜的脸 和巨人千里之外的神情 沈青秋就知道 这祸是谁了 他斜眼拟了一下 脸色刷得苍白起来的上清华 想笑却笑不出来 为什么这个未来在洛宾河手下 为非作歹杀人放火的好助手好机友 会现在就出现在这里 墨北军 墨北军可是个纯血魔族 正宗的摩尔代 继承了家族在魔界将界北方的领地 沿袭了魔军的位置 整天是神出鬼没 无所事事 谁都不鸟 如此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色 被中期开挂的洛宾河 暴揍了一顿之后 莫名其妙的就俯首称诚了 任之驱使 从此洛宾河就多了个 抛腿打杂的 不过搞清楚 按照原作的进度 起码还得五百张 才轮到你出场 好吗大大 搜 全乱了 全乱了 尚清华抢签一步喝道 阁下乃何人 为何出现在此 尚清华你还装啊 这不就是你的直属上司吗 给你下指令放危险生物 到先蒙大会里的不就是他吗 你还继续装 装啊 莫北军是微微的侧手 俊朗阳刚的轮廓 一半沉浸在黑暗里 让人心生寒意 尚清华又往前走了一步 莫北军只是一台手指 尚清华就被一股 突然来的猛力 灌到了半空之中 撞到了一棵古墓 昏了过去 口中的鲜血是狂吐不止 喷得沈青秋都忍不住心生敬佩 兄弟啊 为了业务你也是满拼的哦 沈青秋在内心是长虚短叹 好吧 他就知道 还是要靠他出面 沈青秋于是挡在了 莫北军前行的道路上 横剑在前 不卑不亢道 阁下可是魔族中人 这不是废话吗 那黑乎乎的魔气团团 你就看不见吗 一道白影闪过 洛宾和居然一语不发 挡在了沈青秋的身前 刚才还在起争执 现在强敌当前 却是毫不犹豫地挡在了自己身前 沈青秋说完全不敢动 那是假的 只是他觉得 待会要做的事情太对不起洛宾和了 于是道 宾和 退下 洛宾和不回答 也不离去 与莫北军是平平的对视 居然丝毫不为他的威慑力所动 莫北军疑了一声 像是发现了一件 能够挑动他兴趣的东西 沈青秋提高了声音 胡闹 哪有徒弟挡在师父面前的 莫北军道 你是苍穹派弟子 洛宾和笑道 苍穹派清静风坐下弟子洛宾和 领阁下高招 莫北军忽然笑道 先者不先 魔者不魔 有趣 沈青秋一听到这句话 突然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莫非 莫北军出现在这里的理由 是来代替黑月蟒蜥 推动主线作用的 先者不先 说的应该是 躺在旁边装死 还不忘吐血的上青华 明明是修仙的 却为魔族当牛作马 而这魔者 在场的除了洛宾和 还能指谁 毕竟以莫北军那双 如炬的火眼金睛 一眼就能看出 洛宾和身上的血统 不同寻常之处 沈青秋不能确定 便不敢冒险 冷声下令 冰河 为师的话你是听 还是不听了 我现在让你立刻离开 把所有附近 其他门派的前辈都召来 你去还是不去 洛宾和目不转睛地 盯着身份不明的 魔族男子道 世尊 他不会让我们中间 任何一个人走的 但不如拼尽全力 与之一战 你留在这里只是白白送命 无论为师尊而死 亦会与师尊共死 弟子都心甘情愿 我说有你这么说话的 熊孩子吗 墨北军灭然道 与我一战 后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 很给面子的没说出来 沈青秋心道 幸好你没说出来 不出三年 落兵和单手就能揍得 你爬不起来你信不信 打完了还给人家 妥妥地做爪牙 妥妥地自打脸 墨北军又道 也好 那就让我看 也好 那就让我看看 你究竟有几斤几两 能否与我一战 话音未落 空气中陡然的杀气大增 沈青秋脚下步伐变换莫测 瞬间闪到了落兵和身前 左手抛出修雅剑 不管顶不顶得住 先挡一阵再说 右手拎小鸡般地将落兵和拎了就甩出去 把他送到墨北军魔气范围之外 转身又一掌与墨北军对上 这两人双掌相接 沈青秋胸口一阵血气翻腾 就像被人当面打了一拳 浑身的灵力都沸腾一样的滚滚不休 他虽然修为不低 但魔戒魔军的承袭有个作弊的设定 就是 新任魔军能直接继承上一代魔军的七成功力 代代累积 那可想而知 金丹在墨北军面前连看都不够看的 可他 毕竟得尽力拼一把 对付这种脾气古怪的中二萧雄 唯有不顾性命生死一拼 才是活命的可行之策 根据沈青秋看各种小说十几年的经验 这类型的人都会对于血战到底不服软的硬骨头留几分尊敬 而对于软脚侠胆小鬼 那是绝对不可能留情的 骆兵河被沈青秋送出了一段距离之后 自行折回 正阳剑出窍 墨北军撒出一手 在迎面而来的炫白剑盲中一弹 剑身便承受不住海量灌入的摩西 白光炸裂 当场就断成了数捷 墨北军单掌迎击沈青秋双掌 却还站着压倒性的上风 觉得没庆位了 索性发力震开了沈青秋道 资质极差 基础心法死板 滚 如果原装货听了这话 必定是吐血三生啊 沈青秋的资质 在人界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的奇才 起码也能说是千里挑一的人中龙凤 苍穹山派的基础心法 那不叫死板 那叫正统好不好 到了墨北军嘴里 那就成了一坨降了 骆兵河配件断裂却不在意 但见沈青秋被掌力震的内障受损 咬牙吐血往肚子里吞 却眼神陡然的森寒了起来 他周身的气场瞬间变化了 墨北军查到了这种骇人的变化 两眼放撤出兴奋而是血的冷光 先解决掉你这个爱事的师父 再来战 空气中突然凭空地出现一支通体纯黑的兵舰 一升二二升四四升八 瞬息之间分裂出上百把自成剑阵的兵舰 从四面八方朝中央围着沈青秋射去 这些兵舰普通的防御根本是无法抵消 因为他们是用最纯正的魔器凝结而成 沈青秋现在凌厉将近枯竭 两者对上正如星星之火与滔天俱闹 这么悬殊的对比 结果如何不言而语 剑阵如同雨倾盆而下的刹那 沈青秋心中咆哮 你多大的丑啊 要死也弄个好看点的死法好不好啊 这样一百多把黑肤肤的剑插在人身上 我要被捅成塞子的还能看吗 然而等了两久 也没有感到万箭穿心的痛苦 就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是墨北军忽然抽风撤回了剑阵 那只有一个人一种可能 能挡住这波杀气冲天的攻击 沈青秋面无表情地睁开了眼睛 果然四面八方的上空密密麻麻的剑阵被粉碎了 粉碎得非常彻底 仿佛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空之中 只有漫天黑色的冰晶 反射着月光 星星点点的落下 那画面 甚至可以用美来形容 然而站在画面中央 周身和眼神仿佛都有一场暴风雪 正在聚集的落冰河 却只能用可怕来说了 沈青秋一介人渣反派 何德何能 居然能让男主为他报仇 为他挡箭 接下来是一场非人类的战斗 沈青秋坐在一棵大树旁 把淤雪往肚子里吞 运功疗伤 一边观察着这场崩天烈石的混世魔王之战 落冰河的魔族血统封印尚未解除 墨北军也只是在试探他 可依然打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两个人惊涛骇浪般的摩西一出 几乎是遮云蔽日 这一代原本是千叶镜雪莲华 视角这个玩意儿没错吧 对千叶镜雪莲华的精华范围 魔族生物们根本就不可能靠近 可被铺天盖地的魔气一熏 那朵灵气盎然的雪莲 竟然枯萎地坏死到了根部 那些黑暗中潜藏着的生物 便纷纷爬了出来 贪婪地吸取着 对他们而言是芬芳的魔气 沈青秋看见几只鬼头猪 偷偷摸摸地爬到几名 苍穹山派弟子的身上 毛腿子就要往人家的太阳雪里叉 可他灵力又差不多耗尽了 不能进行法攻 只能直接抓起他们纠结污垢的头发 就往一边扔掉 不过他可是看准了才扔的 就专门冲着上清华这个叛徒混蛋身上扔 而另一边 墨北军差不多已经释出了洛宾河的底 打算收手给其最后的一击 墨北军手指一弹 送了一道新红的光流 中入了洛宾河的额中 那道光流一与洛宾河的额间相处 立刻侵入皮肤 化为一枚火红的文章 洛宾河是杀昏了头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只觉得头痛欲裂 几乎要跪倒在地 浑身一股翻腾的残暴冲动 却又无力发泄 随手一甩 爆发的磨气 如同出唐的炮弹般 轰向了墨北军 这一击的威力极其之大 墨北军举手化开 微微诧异 暂许道 不错 他也不管现在的洛宾河 意识清不清楚 自顾自导 人界并非你阴流之地 何不回归本源呢 现在 沈清秋终于能百分之百确认 是的 墨北军在此出现 就是为了代替黑月蟒西的作用 只是比起原作 墨北军做得更彻底 他 他居然直接解开了洛宾河身上 压制他魔族血统的封印